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和妙招考得岳母欢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着急 如今为了照顾两个外孙 岳母专程从东北赶来 和他们一起生日 生活习惯的差异 给两个人都带来了烦恼 在岳母的不断催促下 乔姨只能快乐如地先离开了家 如今的乔姨体重已经超过了四百斤 这也让她在附近一带小有名气 她更是自嘲地称呼自己为四百 虽然对岳母的做法不满 但乔姨也没有太多办法 还没有吃早餐的她 决定带着孩子去买麦当劳 两个人都带来了 你好 你好 我有那个铁铁铁 对 没事 您今天吃点什么 那一天吃点什么 那一天吃点什么 OK 给我两个铁铁 四十七 四十七 对 一百零七 对 一百零七 不便宜 可以买包子三块 一千 三块 哇塞 这么贵 你好 谢谢 谢谢 不是美国 我们赚的人民币 不是美金 对于乔姨来说 每天在外面吃饭 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但是对此 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自从岳母搬来 和他们一起住 由于饮食习惯不同 乔姨几乎没有在家吃过饭 而更令她难以适应的 是经常一大早 就被岳母赶出家门 老老 天天 起来 起来 因为 她睡觉 晚上八点 七点 我十二点 一点 早上 所以 好累 她不累 她说 起来 起来 她很尴尬起来 她睡觉 十个小时 我要睡觉 一个小时 我很累 酷了吗 来 起来 打起来 祝你 谢谢 谢谢 祝你 七年前 小姨在北京 解释了东北女孩 王玉婷 两个人很快赘入爱河 可是脚异四百斤的体重 让王玉婷的父母始终难以接受 我这心里是挺不是滋味的 哎呀妈呀 我说也说太胖了吧 是有点崩溃 我就觉得也太胖了 完了后来他爸打电话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怎么样啊 我说得比咱想象的还要严重 他说究竟什么样啊 我说得你看得过那个相谱吗 可以相谱是吧 他真就那样 我说就那样 我第一次认识我的老婆的爸爸 他没说话 他看我 他抽烟 看我的 我的血 看我的裤子 看我的衣服 看我的面 看我的肚子 还抽 他回我室 他不跟我说 家人的反对 并没有阻止两个年轻人的选择 最终他们还是组建了家庭 一年后 乔一的大儿子王格出生了 岳母虽然满心不愿意 但为了照顾女儿和外孙 她还是硬着头皮来到北京 和他们一起生活 而岳母的突然到来 让习惯了自由的乔一 非常不适应 她可以进来我的卧室 小伟一根 起来起来 我没有衣服 我要拿我的杯子 我没有衣服 她说 为什么你不穿裤子 我说 因为这是我的卧室 为什么你进来我的 还有这个问题 由于生活习惯不同 岳母和养女婿之间 总是矛盾不断 吃饭 她跟她吃到一起去 我做的饭 她根本不吃这个 但人也不说 她就这点好 不说 我不饿妈妈 我不饿 把她自己出去叫菜 她做饭 很多书菜 书菜 书包 书饺子 书书书书 我想肉肉肉肉肉 姜母娘做饭 我看 有肉 我说 妈 我饿 我看 没有肉 我说 我饱了 我刚刚吃 我饱了 然后我走了 OK 我要 回忆 我要走了 去外面吃饭 原来 老人的饮食 多以清淡的 碩饰为主 而乔姨 却偏偏喜欢吃肉 因此 只要有机会 乔姨尽可能地 不在家吃饭 这让岳母 既生气 又有些无奈 我就不愿跟他在一起住 反正我性格也挺特的 穿的也挺 要东西反正我也挺特的 我要是不四眼七 看不好 我也 我也 我不能教你 我不能对 我也不能教你 他这些性格也随我 究竟是何原因 让乔姨的体重增长到四百斤 他虐待我 因为他想我加胖子 我加胖 加胖 加胖 菜市场上突发什么状况 为何岳母愤然离场 哎呀 他买东西可上火了 外国人在中国 精彩继续 乔姨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 父亲在他两岁时意外离世 在继父的虐待下 乔姨养成了极为不良的饮食习惯 所以他做很多的鸡蛋 很多的乳菜 两个汉包包 搭了薯条 十二个鸡蛋 给我吃 吃吃 我充实了的时候 我吐了 他打我 他切我 在这里我有十三个 十三个stitches在我的手 因为他切我的手 所以他虐待我 因为他想我加胖子 我加胖 加胖 加胖 所以我开始加胖 加胖 加胖 还有他教我吃得快 吃得多 吃得快 吃得多 你不吃快 不吃多 打你 在乔姨十五岁时 母亲也因病去世 乔姨开始了两年在孤儿院的生活 十七岁时 她出来打工挣钱 因为生活所迫 乔姨只能买得起价格低廉的垃圾食品 这也让她的体重不断增长到四百斤 我不哭 我去戴母亲 在家里 没有妈妈 没有爸爸 所以我在戴母亲 三点 到七点 八点 记 safegption 咖啥 咖啥 一般一般 spe澤 我就胖 再胖 嫖 我没关短 你 没有妈妈 没有爸爸 所以没有exercise 没有sport 没有棒球 篮球 都没有这样子 童年的不幸经历 没有让乔伊消沉 反而让他更加珍惜生活 通过自己的努力 乔伊考入了 俄亥俄基督教大学 毕业后 在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工作 待遇封号 而一次在中国旅居的经历 让他解释了东北女孩王玉婷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觉得哇 中国的文化特别好 是家庭的文化 家庭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 我也想有家庭 这是一个国家 我可以生孩子 我又很安静 我的心很安静 因为我知道 文化特别好 是有家庭的文化 中国人的热情 让乔伊感受到了 久违的家庭温暖 而乔伊乐观开朗的性格 也打动了王玉婷 快点 如今 乔伊和妻子王玉婷 在北京开办了一家 外籍人士咨询公司 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对于岳母的指责 乔伊并没有太多报复 而是想尽办法讨好岳母 下午 乔伊就利用休息的时间 专长陪岳母到市场采购菜品 因为四百多斤的体重 乔伊几乎走到哪里 都会成为焦点 可是很快 乔伊的一个举动就引起了岳母的不满 妈妈 这个很好吃 那个蔬菜 我喜欢的小的 小的 小的这五块钱一个 来 不要 一颗只要两颗 she's not letting me do anything honey 你让她拿 你来拿来 这个九块八毛 九块八毛 妈对不对 五块八 九块八毛 九块五毛给她 九块五 九块五好嘞 是不是 好嘞 哎呀 她买东西可上火了 她要到了市场以后 是不是都叫她呀 你也看到了吧 你看这回你跟着去了 我要说好像悬了 你看都叫她 让她给买 她到身边看 买吧 买吧 很甜 买吧 买吧 这菜很好 她就买 可以买 你看那个草莓开始 进去就开始 哪个 她都要让她买 她都得买 所以我赶紧跟着她 我不让她买 她有时候看我 她跟着挑货东西 我们就把它扔出去了 这个五块 你尝尝的 五块 特别点 多钱一块一块 还是五块一斤 五块一斤 五块一斤 钱的 我知道 OK 给我一块 来一块 这块吧 好吃吗 18块钱 18块钱嘛 她这样的人都让她买 我有钱 我有钱 不是你有钱 你一会儿拎不了了 都让你买 走吧 走吧 你去买菜去买 谢谢你 你去买菜去吧 好好好 那你来买菜 你去买菜 但是那个真好吃 这水果你不用买 我们就买了 你买菜 是甜的 是甜的 我知道甜的 西瓜都是甜的 你买不甜的 不要不要不要 现在先不要 但是不要 原来 乔义一向随性 买东西并没有太多计划 这让一向 精打细算过日子的运务 十分看不过去 她就瞎买 她就买的乱七八糟 你这个啥都买 看啥都想买 她要一起买保证就贵了 涨价了 而且她还也不还价 她还什么价 她都不知道多钱 她缴的挺便宜的 她买啥都便宜 给我四个 四个 这个好 十三 十三 不要这个 不要太贵了 这个是十五的 这个是高端米 这个是十五的 这个是高端米 这个是十五的 这个是高端米 十五的 想贵了吗 三八 你用不了 这么难了 可以给我一个 可以给我一个 这个 我喜欢这个 这个高端米 好吃的 可以给我一个 你把这个拿走 这个好吃 我给你拿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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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知道 你看看这里 好 超市都不带得气 她什么都帮ि pen 她也不懂 中国的什么东西 她什么都想买 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新鲜 都好 你看哪个都好 因为对乔依的表现不满意 岳母决定自己先回家 这个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乔依有些无奈 娜娜不让我买 她说贵贵贵不买不买不买 千万分我 她不让我买书菜 每次我去外面买书菜 买草莓买苹果 都买了 她说 他们骗你很贵 四块一斤 不可能 大概三块五毛 三块五毛 不是四块 他们骗你 我自己买 给吗 分开 我可以在这间买 真麻烦我 我跟妈妈 五毛没问题 但是她觉得五毛很重要的 他要退钱去别的地方 可以接受一招两招 所以这是他的意思 上超市炒好点 明明那个标价的 你要买像市场这个东西 它不可以 它随便要加 楼下有个市场 买那个苹果 买了几种苹果 十种几种 反正它要榨根 一样买两个 一样买几个 花了200多 我说你这200多 能买好几箱子了 他问我回来 问我妈妈便宜不便宜 我说便宜 太便宜了 我说便宜 我说便宜都要你买了 我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什么呀 我说你这200块钱 能买好几箱 你知道不知道 真的吗 我说真的呀 我说你给我200块钱 我去给你买去 岳母离开后 小义不免有些内疚 其实她明白 岳母是为了 给她们省钱 才会斤斤计较 为了能哄岳母开心 乔伊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究竟有何妙招 小义竟能讨得岳母欢心 有毛病没毛病 生日宴再与尴尬 岳母心中又有着怎样的心结 现在我对这个 不想她了 不想这个事情了 外国人在中国 精彩继续 回家之前 小义和妻子顺路来到商场 为儿子选购自行程 那个是好 趁儿子挑选的功夫 小义在一旁 也想为岳母买个礼物 这个这么好 是不是 可以 这样 然后你累 你可以做 我可以 可能我可以 买这个给我的姜母娘 因为她想到我的屁股 买它这个 还有可以 加一个 加一个 胶皮 我的面 我的姜母娘可以 打打打打 你不吃麦当劳 别吃披萨 起来 别睡觉很晚 虽然与岳母经常会有争吵 可是在乔一心中 她一直对岳母帮忙 照顾两个儿子 心存感激 所以只要有机会 乔一都会为岳母 选购一些小礼物 讨老人欢心 这是一个旗袍 哇 家母娘 很爱羊 因为她的生日是羊年 对 给我爱羊的 我也是羊年 所以她很喜欢羊 我给她那个礼物 她很幸福 Go 当乔一家 兴致勃勃地回到家时 一时深夜 岳母早已休息 家母娘睡觉 因为我们回家知道了 所以她肯定睡觉 我买她饺子 还有我买她礼物 一个羊的帽子 想给她 当时她睡觉 可惜 虽然有点遗憾 但乐观的乔一 还是很期待 明天的惊喜 我是西石红石 所以江母娘可以高兴 还有我可以 写乔一给江母娘 明天早上 她能吃 清新的 好 好的 可以放冰箱里 可以加浪一点 真好吃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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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礼物给你 什么礼物 谢谢 我们给你羊 羊毛巾 因为你是羊年的生儿 两年 所以我给你羊 谢谢 第二天一早 接二连三的惊喜 果然让乐母 十分开心 显然 昨天的不愉快 已经烟消云散 对 巧艺的用心良苦 和孝顺 得到了乐母的肯定 你的裤子 你的衣服 我都知道 你的生儿 是不是都知道 他真的都知道 他做都记住了 他心里紧细 你说 有毛没有 没毛病吗 我就觉得他特别 对你 挺上心的那个劲 你找就找一个 合适的女婿 她也不一定 这么照顾你 这么管你 人也不一定 这么给你打个招呼 干点活就抱去 累了 你看 嘴不说心里 有大强的 是不是 人就能理解到 他比我女儿心细 比我女儿心粗 像个男性 她也不想事 他什么也不管 也不想事 你看 你看到他没有 他一做 他什么都不管 这三天你看到了 他也不问 去他工作以外 他什么都不问 你看来人去去 我们做饭啥的 巧艺做 谁做都行 他不管 这就偏心了 女儿相辅就行 做果人就这样 自己的孩子 相辅就行 爱咋咋去 其实 对于这个 让自己又爱又恨的 养女婿 岳母也在悄悄 做着改变 晚上就是外孙的 生日宴 为了照顾乔一的口味 岳母专门为她 学做了披萨 咱们做的时候 它都尾声化 再说还省 是不是 咱也给它买的 是好吃 还健康 然而 令岳母没想到的是 原本乔一说 只请来四五个朋友参加 竟然来了将近二十个人 家庭晚餐 一下子变成了小型聚会 这让只准备了四个披萨的 岳母 非常尴尬 接受人家了 就得让你随便了 是不是 这也不让人做 那也不用做 不太多事 对不对 咱也想往外面出去 当时也这么想 不是那种感觉 对不对 他们就这早晚 可能自己这样 就麻烦一次 这样的聚会 通常会持续到半夜 由于语言不通 岳母很难融入其中 每到这个时候 老人都会有些无所事错 他们这一班子着急的 哎呦 他们待会还不得看电影 就得看电影 笑了 你上那屋坐着吧 把他们这屋站 也不站 你上我的屋房间了 你妈怎么着怎么着了 我在她房间吧 我还不习惯的 在他们房间里 我就愿意 自己在我自己房间里 我家女儿有时候说 妈你算我们的屋 睡起来 躺着歇着去吧 我进去了 好像躺不住 我就好像我吧 哎呦 我刚来就不习惯 也就是这么想 在我自己家习惯 我现在习惯了 我自己就要个房间呢 没有房间 我说我不上你家去 虽然有些抱怨 岳母还是尽可能地 理解和适应 巧逸的生活习惯 可是有件事 却始终在她心中 难以释怀 现在我对这个 不想她了 不想这个事情了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办公就没说的 就只要想她 现在能减肥就行了 她是外人眼中 孝顺的杨女婿 却因为四百斤的体重 让岳母难以释怀 减肥嘛 怎么又吃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她几次为爱减肥 却屡屡陷入困境 这一次她下定决心 再立减肥计划 我想为你减肥 外国人在中国 看巧一能否成功 为爱你受一次